歡迎光臨 我愛Beezy Show 歡迎光臨 真的我們現在中時搶搶滾 是 一家子 一家子 自己祝福一下 好 旺旺 旺旺旺 一直旺 對 剛剛好 又生日 怎麼會這樣 人家現在都有什麼一對一對CP CP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CP的意思是說一句一句 最古早最經典的 謝磊 張綺 青山 婉曲 夏欣 張明麗 米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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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 近期的有誰 江蕙 楊帆 江蕙 斯文斌 斯文斌 江蕙阿杜 但如果說CP在我們節目當中 就是 對 這一個都已經受不了人了 現在也很多朋友跟我說 他跟陳孟賢 那個小孩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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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都說不錯 可愛 可愛 我也不錯 陳孟賢比較特別 對啊 因為陳孟賢是百搭 所以他會唱歌 對啊 美女的可愛可愛 說郭忠祐 跟那個誰 太家長 太家長 很合 不錯 今天各位 我的粉絲朋友 今天我們這樣打的 都是照你們的意思 是喔 所以今天就一對一對 大家來對抗 今天唯獨的一位 完全沒配對的 就是我們江志豐老師 是我們評審獎 今天又回來當評審了 是你的人生當中 你沒有歌可以展現的嗎 其實是這樣 因為之前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實在聽不下去 別人對我的評審 因為我從來都沒贏過 真的喔 我聽到說評審是他們兩位 所以這次我是打算回來復仇 那我是想要問你一下 就是說你當時在當歌手的時候 被評審老師評審的時候 評得不是很好 你現在覺得這種心情 這個心情 如果是正常的老師 那我可以虛心接受 你已經看過我們不正常 蔡秀慧不正常嗎 真的 蔡秀慧不正常 我們是社會觀察家 我跟你講 蔡秀慧跟白雲不正常 也很正常 好 時間沒那麼多 今天 江志豐老師在當我們的評審老師 是 兩邊的隊長就由 是 秀慧跟白雲 好啦 我們先來規則來講一下 好 規則 這規則我們今天分為 就是兩輪 每一輪 每一輪當中裡面 紅隊跟白隊各派出 都一樣在隊 對 不是因為歌 由他們自己選出 自己拿手的歌曲 所以今天展現的 歌曲的部分一定很棒 所以他們的歌曲都是 比賽他出來 他這四人 感覺我就會唱這首最讚 對 因為合唱的歌曲 好 所以雙方面都會來派 第一輪當中裡面 紅隊這邊要怎麼派 好 那我就先派 隊長你要撐住 隊長 你有要緊嗎 你有要緊嗎 慢慢來 我第一次做隊長 你第一次做隊長 對啊 很準 我看他的眼睛這麼小 我看他的眼睛 你都看他的眼睛 我看他的眼睛 好啦 這個我們島上大女的 你這隊的 你這隊的現在要派出的 是什麼人 島上大女的 蘇佑榮 要唱的是什麼歌 OK 來排名 是 是 我們島上派出陳孟賢 跟吳美琳 帶來這首 櫻井雅咪咪 等一下 你現在是在選議 對 陳 補王 我們就要比較清楚 對啦 那我們就由 蔡佳麟 蘇佑榮 我們新的這一隊CP 古今 雅咪咪 對 古生平 有大夢的經歷 苦愛 點一生中 英文相遂 苦情 亞蜜蜜 吳賜他 佑文以貓 美玲 妳這裡十九歲而已 我今天已經三十一歲了 我們兩個差太沮喪了 我覺得是沒可能的事 讚 讚 讚 真的讚 來 孟仙 阿姊先演一下 真的不錯 有 要跟美玲說一下 讚 讚 18歲而已 現在過年19歲 19歲 這四人他如果有關條條 他不會亂來過 你怎麼知道 應該也不會吧 拜託 他比較準準 對 他要怎麼也不會跟你說 對 像我16歲騎空車自己弄 是 是誰知道你的事 沒有啦 他的過程跟你不一樣 這很單純 對啊 而且沒有亂來過 所以不要叫他放閃 今年中這種愛唱的歌 唱得這麼到位 對 唱得很棒 我們在想說 台海啊 唱的蔡佳麟 朱祐榮的後面 這兩個是我們四個 結果這個很聰明 他中午他看蔡佳麟 頭前有說口白 他也要說 他也要說 鼓鼓比較多歲 對 對 土屁你比較多歲 所以差12歲 對 其實他剛剛唱這首歌 其實他們兩個的感覺 其實很另類 另類 可是就覺得是很 我覺得超好的 很真 我覺得超好的 是很好 但是我更要把蔡佳麟 給他放一下 都不錯 都不錯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他 你如果要放 麻煩你蘇佳龍還是蘇佳 等一下 對啊 對啊 就要喝一個沒喝掉 對啊 都要鼓勵 蘇佳龍本來就唱唱 對 我想說這樣 因為 我跟蔡佳麟 白雲你也要喝嗎 要喝嗎 排隊 我現在想我後一堆 什麼要帶我先喝一喝 好嗎 不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 沈文成的聲音 他的氣力都在高 很高 其實沈文成唱歌 他有點扁聲 比較扁 他比較厚 可是他唱得比較厚一點點 比較厚 對啊 感情都非常的豐富 所以蘇佳龍在陪陪陪到這樣 對啊 還很好聽 沒比較舒服 對啊 兩個人這樣陪這兩堆 老實說 都很讚 對 所以現在這種的 陶田 江志豐老師 是 這邊是白雲隊 這邊是秀慧隊 秀慧姐姐 來 1 2 3 請舉牌 秀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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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有什麼秀慧也獲勝 這個分成兩個部分來說 因為今天評審剛才我一個 所以我先用右臉 對 這個右臉就是 為什麼秀慧會贏 第一個是 如果剛才孟賢這一隊 你不要加那個口白 你們就有可能會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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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他們兩個年紀 咬起來 輸秀慧這隊的 剛剛告訴你 我們是年輕人 你告訴你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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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但是我還是要專業講一下 其實這樣說好了 其實幼龍剛跟這個佳玲在唱那一段 就像陳如拼拼姐說的 他在高音的部分 其實佳玲你們知道 不算高音的 他算中低的 他能夠把高音標得那麼漂亮 然後加上這個幼龍的這個聲 和聲的部分 其實他有些東西 跟原版的不是一樣 但是他們搭結的協調性 是贏過年輕的這一隊 然後這個年輕的這一邊呢 剛才唱的時候 有幾個地方 你是用技巧去做截斷 沒有一口氣唱過去 原版的應該是一口氣唱過去 所以專家的版本 其實很重要 他如果唱歌高水就一定是 其實我覺得陳孟賢 真的他現在你看 等下我們節目這麼久 他真的是快慢 什麼 都適合 什麼東西都可以 都可以 對 總而言之 我們節目已經香了很多人出來 李子森 杜忻田 真的就被我們這樣做起來了 對 現在雖然他會給他最不介意 但是楊秀慧跟白雲也是被我們 我們就這樣做起來了 有機會 對不對 現在比他今天 看不清楚的朋友 哪一隊 但是要靠每一個人自己努力 而能夠得來 OK